我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就是大家阿弥陀佛 课本273页 我们要讲大圣不共法 你看他说大圣不共法 是在人天声闻原觉上的共德上 进一步说明佛菩萨的因形 因地的这种愿 然后他就是还没成佛之前的修行 还有他丑成就的果德 就是公主 人秤与偏秤终究是有弱的 不能出离生死的 生闻秤与原觉秤 虽是无弱解脱 而偏与独善其身的 这都是善的 但不是圆满究竟的 那么意法法庭说 如来出世的一大事因缘 就是使众生开示 误入佛之间 应该是佛开示 那么让众生误入佛之之间 就是佛陀开示众生佛之之间 那么开显 那么显示 明示 那么众生佛之之间 那么众生依之修行 那么误入佛之之间 就成果了 所以应该是这样 也就是使众生误入佛的大菩提 所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 成如来果的大乘法门 才是佛法的真实意义 如来教化的真实目的 好 先讲到这里 我们先来看 就是这本书叫做成佛之道 当然就是以成佛为究竟 就是它是以成佛为究竟的方法 那么佛法上 那么这里基本上 以所谓的一称 就是尹法华经说的 尹法华经是唯一大称 就是究竟目标就是大称 我们先来看 假设说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比如说 法华经是唯一的三百里五百里 假设这里是三百里 这里是五百里 这个就是佛 到这里就是佛 成佛 那这一条当然就是成佛之道 假设我们先这样看 先这样看 这一条是成佛之道 其实在法华经的道理上就是一条路而已 在佛法华经就不一定 佛法华经就是有生文的这一条路 有比资格的这一条路 就是有二称的一条路 有大称的一条路 你走二称这条路 你就到不了大称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回小向大 那因为你正了生文 你就没有办法成功 那在佛得经 维谋结经 宝基经 都是就是比较属于初期大乘是这样 那法华经也是初期大乘 但是它强调的是就是一条路 就只有三百里跟五百里的差别 就是究竟不究竟 彻底不彻底圆满不圆满的差别而已 那这里如果讲 这里如果是二称 这二称就是生文元解 那生文元解是一样的 但是元解比较立根一点 好 这里是二称 那么这个是大称 我们叫做菩萨称 或是佛称 从因地讲是菩萨称 从果地讲是佛称 菩萨称 就是菩达道 佛道 佛称 那么这个二称 这个是大称 那这里你说这是人 人道 这是天道 应该我们这样写好 写在上面好 这个是人 人道 这个是天道 那么天有分 三层天 这个是玉界天 这个是色界天 这个是无色界天 这个是天道的部分 那这个是人道 那人道在后面 这里是属于玉界的部分 玉界的部分是这一部分 这个是三二道 或者是阿修瑞包括里面四二道 那么这个是人道 好 那大概 所以它基本上是这样 人就是这样 然后从这里 然后这里是 这里是所谓的解脱道 一般我们叫做解脱道 那解脱道里面包括声吻 玉界 就叫做二称 声吻 跟玉界 如果从究竟来讲 叫做 就是阿罗汉跟辟之佛 这我们前面有讲 这个是辟之佛 好 那这个就是菩萨道 然后到这里是臣佛 这菩萨道 这个是菩萨道 那这个是人道 这个是天道 合起来叫做人天道 那这个是菩萨道 那菩萨道 刷到裡面 那這裡 一般把它這裡叫做二秤 身穩圓絕秤 把這裡叫做大秤 那從法拔經的立場上來講 只有一條路 那麼你到這裡 你就以為究竟 來告訴你 其實還要往前走 只要往前走就好 這個叫做回小向大 那如果是般若經 微末結經 他就不是這樣 你走了這一條路 你走了這一條路 這個是身穩 你走了這條路 你沒有辦法回到這條路 這個是陳佛來講 這個是陳佛來講 走了這裡 就到不了這裡 這裡到這裡沒有路 你也不能回頭 回不了頭 就沒辦法 那這個有一部分是這麼說的 波勒經他就是這麼說 好 所以他說你一開始就要發佛提心 你如果證了阿羅漢 那麼這叫交雅拜總 這些雅都已經交掉了 沒辦法再發雅 普提心發不起來了 所以這個你可以墮地獄 地獄還可以發普提心 你如果證了阿羅漢 你就永遠成不了佛 你到無間地獄上來 還可以發普提心成佛 就有這樣的概念 但是法華經強調的是唯一大乘 只有一佛乘 那麼導師這裡講的 基本上是以法華經說的為主 好 那所以他有所謂回想向大 那我們一般來講是這樣 這個是人道 那人還有四大作嘛 但是就是基本上這裡是三二道 那佛法的修行就是在人發普提心 在這裡發普提心 那麼要成佛的心 在這裡就要發成佛的心 那如果你沒有發普提心 你可能就會在天道 在人道 在解脫道裡面就解脫了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裡叫做人秤 人道就是人秤 所以這裡 修這裡的叫做五秤共法 我們這個成佛知道裡面 共就是共同的 五秤是哪五秤 人秤 你看到嗎 人秤 天秤 人道 天道 人 天 身文 元節 這個是二秤 還有菩薩秤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人秤 天秤 身文 元節 菩薩 這五秤 五秤就是五道 就五種 五種方法 五秤 所以你不管 你如果要到天 你也要經過這裡 你要到解脫 你也要這裡 你要到菩薩 你也要經過這裡 所以這裡叫做五秤共法 就是你後面這一些 包括人 天 身文 元節 菩薩 都必須要經過的 就是必須要修學的 必須要聚足的 這個叫做五秤共 共同的嘛 共同要走得一條路嘛 假設這裡是三百里 那這裡如果是兩百里好了 假設我們就是這裡是兩百里 這裡是一百里 這裡是起點 那這個是往下去 墮到往下就不行了 不能在這裡 這裡一定 這裡沒辦法休息 那大部分人都在這裡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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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來 那你已經到這裡 就是你已經走上成果之道的起點 這裡是沒辦法的 這解脫都沒辦法 你要做人 你還要給人要夜報受盡 你再來做人 所以這裡是起點的話 那這個就是要往後退 往後退 散熱道裡面就沒辦法了 那一般都是從這裡開始做 那極二世紀也是這樣 沒有散熱道 在散熱道裡面沒辦法休 散熱道沒辦法休 那麼一定要出散熱道 在冷的基礎上休 所以這裡就是一百里 這裡就是兩百里 到這裡三百里 這樣菩薩還要經過兩百里 五百里 假設這樣 那法華心只有講三百里跟五百里 那我們這樣來講比較 那這裡叫做五稱共法 那五稱共法 那五稱共法 基本上 這個我們前面有講過 我們複習一下 發心修行正果 這叫總熟託 一般修行它就是這樣而已 你們喜歡的比較容易 就五稱共法 我們現在已經上到大稱不共法了 所謂的共法就是 共同要學習的 共同要聚足的這個功能 就是五稱共 就是五稱 一二三四五 這五個 這五類的修行 它都必須要的五種方法 那五稱共法基本上 不管怎麼樣都是總熟託 總熟託 那如果我們從 就是因緣果 從這個因緣果來講 發心修行正果 怎樣講 因緣果 簡單講 他就發心修行正果 發心 發心為因 修行 成熟為緣 那麼正果 功德俱足 發心 修行 正果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簡單講 那麼發心就是發 這個跟這個都是發真上身心 人 天 都是發真上身心 真上身心 那修就是修 至少要五戒 五戒 你要持五戒 你看一座人 你五戒 五戒不用很徹底清晰圓滿 究竟 就是你至少要持五戒 持到極得 就好像考試要六十分一樣 那麼這個就是做人 然後做人是什麼 你可以做人 那做人當然 比較屬於幸福美滿 就五戒 他基本上就五種幸福 殺到永望久 不殺不到 就是不殺不到 不贏 不斜贏 五戒是不斜贏 假設我們這樣看 不殺生 我們這樣把它捏到這邊來形一下 因為我們要講大聲不夠吧 我們把之前講的 稍微做整理一下 然後大概知道 不殺生 不偷盜 不斜贏 不斜贏 不忘了 不斜贏 不允酒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幸福美滿的根本 那你要多幸福 要多美滿 要看你持得清淨的程度 每一個人持戒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的人生幸福美滿 就人生 那不殺生就健康長壽 這是幸福美滿的第一個 健康又長壽 健康不長壽 不長壽 長壽不健康都不好 那你永遠再多錢沒有用 那你再大的房子住不了 你都住醫院的頭等病房 你再多的車開不了 你坐倫理 那這些就是 你幸福美滿的根本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富貴 富而且貴 富貴尊榮 那麼這裡重點就是家庭美滿 就是眷屬和樂 一般叫做 我們就是家庭美滿 那佛法上叫做眷屬和樂 那有些人有錢 那麼名聲也很好 那麼又健康又長壽 但是他夫妻感情不好 婦女感情不好 兄弟感情不好 反正這些 那麼這個都從不血引來 就是我們叫做眷屬和樂 那有些人是夫妻感情好 但是跟子女的感情不好 跟子女的感情好 跟父母的關係不好 跟父母的關係好 跟父母的關係好 跟兄弟的關係不好 總是 你就是有一點欠缺 那就是看你持久的程度 其實是這樣 就眷屬和樂 我們就叫做 我們叫做家庭和樂 幸福和樂 那不妄語通常表現在你的事業 事業容易成功 因為妄語就是誠實語 那麼誠實語就是會 你說出來的話 有力量 人家容易相信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家庭 家庭美滿 這個是事業成功 就是你的人際關係 那人際關係表現出來 就是你的事業 就是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你說的話 人家信任你 就是很容易信用 那麼這個比較容易 是事業成功這一部分 就是你人和 就是人家相信你 你說的話 你做老闆 你人家不跟你打對折 就你說的話 他會執行 你是員工 老闆很信任 你把東西交給你 你是客戶 他也不懷疑你 你是他的客戶 他是你的客戶 那麼你在這一部分 社會上的這些關係 非常的好 社會關係很良好 就是跟你在一起的人 他不懷疑你 他也不會欺騙你 你不被懷疑 不被欺騙 那你很容易成功 基本上是這樣 那如果你是人家員工 老闆信任你 如果你是人家的老闆 員工信任你 如果你是同事 同事信任你 反正就是這樣 那麼他既不會欺騙你 那也不會懷疑你 你當然就 不管你做什麼 都很容易成功 那這個部分 表現在事業成功這部分 那這個飲酒 就是包括吸毒這些 就表現在你頭腦清楚 就是我們叫做智慧 不飲酒 因為你時常處在清楚的狀態 智慧 智慧明打 就是你有這種 我們這個智慧伶俐 聰明 我們也可以講 不用講聰明 就敏捷 你做很多事很伶俐 那很快 那麼你很有智慧 大概就表現出來 那麼這些即使就是 我們所謂幸福美滿的特質 那要看你遲得怎麼樣 你遲得越好 你就程度就越高 那因為有些 我們沒有辦法遲到很究竟 比如說不忘語 我們沒有辦法遲到說 完全不忘語 只能遲到我們的忘語 不會造成別人的痛苦 或是別人很大的痛苦 就會這樣 不協議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完全我們內心都不起心動念 那看你的程度 或是我們不會去傷害 那麼傷害 以血癮的傷害 或是以偷盜傷害 反正就是 每一個人持戒 還有持幾分的問題 那持到滿分的很少 不太容易 但你能夠持到七十分 這算很厲害 那不殺生也是這樣 不殺人 然後不殺動物 那麼一些蚊子 蒼蠅 那即使 即使有些人還是會犯 或是說 你雖然不刻意 但無意中你也不太管 那麼這種就是 你謙信程度不太一樣 那但是至少你持 而且持到一個 差不多的程度 基本上 你就有不同的幸福產生 那麼這個是人道 所以它是真上身心 那麼它重點就是五戒 重點就是五戒 那麼你就可以 第一個保證你可以做人 而且做人 就會有這些程度的相應 跟你果報相應的東西 所以這個叫真上身 真上身就是我這一次 我現在 我未來要比現在好 我現在要比過去好 我未來要比現在好 就是說 你容易賺錢 我的身體越來越健康 或是保持這樣的健康 那麼我越來越有錢 或是我保持這樣的有錢 眷屬何樂 然後繼續保持 或是沒有那麼好 變成很好 感情變得比較好 我們這些啦 這些都是所謂人道 總熟多 真上身心 五戒 那麼果報就是這個 那果報有一些差別 一樣是做人 我們都是做人 我們都是做人 那過去時間都有持過五戒 那吃得好不好 所以就有差別 果報上有差別 有的人生下來就很有錢 有的人生下來雖然沒有錢 但是他有智慧 很容易賺錢 他的事業很容易成功 有些人做了很久就不容易 或是他很注重營養 但是他不健康 有些人不太注重 他也很健康 然後遇到醫生一下就說 病一下就醫好了 有時候遇到醫生 小病一成大病 反正這種就跟你的業有關係 好 那這個是人道的 那取決於你怎麼修 然後未來你就怎麼得 就是你的健康 你現在吃些什麼 你有沒有運動 取決於你這一些嘛 當然先天有一些 但是你是可以改變的 那麼這個是人道 那再來就是天道 那麼天道也是真上身心 天道也是真上身心 只是他這個好超過人的好 那天有兩種 天有兩種 這個叫做下界 這個叫做上界 色無色界都是上界 那欲界天是一個層次 色無色界是一個層次 好 那當然總共有三個層次 但是這樣分 那欲界是五欲的物質界的 你要升到欲界天 要行十善 一樣是真上身心 一樣是真上身心 你看 他一樣是種 熟脫 因緣果 發心修行正果 發心修行正果 發 一樣是發真上身心 天 天道 就天秤 人秤 天秤 那 這個一樣是發真上身心 真上身心 然後 但是他修的 不只是五界 五界是能做的 還要修什麼 還要修十善 你不只不殺真 你還要護身 還要救命 你不只不偷盜 你還要什麼 還要不施 還要祭窮 那你不只不學癮 你還要怎麼樣 還要關正社會風氣 關正人心 你不只不忘語 你還要誠實語 柔軟語 那麼 這一些 你不只不允酒 你還要弘揚善良的風俗 然後教導 引導人 叫人家行善 類似像這個 你不是不做什麼 這個是基本 你還必須要做些什麼 所以他才有辦法 比如說你這個 你眷屬何樂 但是你到了天上 都是何樂的 沒有那種餓的眷屬 那你不只是 你不只是健康 而且他不會中毒夭者 不會生病 天人沒有病 天人只有酸相 沒有病相 沒有老相 那他也沒有這個 眷屬不合的 那他也沒有這個 魚吃的 那當然 他思一得一 思死得死 那我們是有福報的人 不用太努力就有 那就是 你稍微努力一下就有 或是不用太努力就有 但是天人是怎樣 想就有 叫做思一得一 思死得死 那這國報來自於他 他的怎麼樣 他實善 行實善 那實善 基本上就是 這個口業裡面 又多了這個 兩舌惡魚 不兩舌不惡魚 不旺魚 那這一些 那麼 那麼 心 不起貪稱吃 這身口義 身口義有十三 是這樣 身不造 殺到淫光 那不但不造 而且不失 那慈戒 然後利益眾生 互生 也像這樣 不殺生 而能夠互生 不傷 不害命 而能夠救命 不偷益 而能夠祭窮 而能夠不失 也像這樣 那不邪淫 而能夠端正社會風氣 能夠勸導他的離邪淫 那麼這一些 他這個善法搶的話 還是要跟五界一樣 那你慈戒的圓不圓滿 那麼取決於你未來 這一些痛苦 就是你成就的果報 圓不圓滿 你升到天上 取決於你行善的這個動力 跟行善的能力 就是你行善的多寡 那你心的這個善心的多寡 那麼你會升到哪一天不一樣 那麼欲戒最高的天 是他化自在天 那個就更高了 那他就有能力 不但自己快樂 他看著別人快樂 他自己也很快樂 那是這樣 而且他能力很強 那好一點的你做天王 那正高的你認到他化自在天的天王 是這樣 那差一點的就做天人 那天人也有三等福報 你私一得一 你想出來的衣服 材料沒那麼好 你想出來的飯 沒那麼香 沒那麼暖 沒那麼好吃 有三等 但是不管怎麼樣難吃 都比人間的好吃幾百倍 那天人的壽命 威德力也有不一樣 這個就是 他是欲戒天 要行十善 如果是色無色戒天 那除了十善之外 還要什麼 還要修定 這個叫做善善 散心的善善 那還要有定善 還要修定善 就是修定 然後還要什麼 慈心 修事無量心 他必須要這樣 就是還要定善 然後還要慈心 慈心具足 你飯天 他就叫慈心具足了 就出產 他就要開始修了 那出產是大飯天 他就要修慈心具足了 所以他這個是色 這個是所謂的天間 那這裡叫做 這裡都是五秤共法 那我們可以如果把它分 這個是人秤 這個是天秤 這個是五秤共法 這裡是四秤共法 這裡是三秤共法 但是一般把人添放在一起 如果我們這樣要細分的話 這個就是四秤 這個人沒有 人到這裡而已 所以這個是四秤共法 這個是三秤共 這個是五秤共法 這個叫做三秤共法 身文元簡 三秤是哪三秤 一二三 菩薩也要走到這裡 他才能到過這裡 菩薩走五百里 但是一定要經過兩百里 所以這個也是五秤共法 然後他還要經過三百里 這個是三秤共法 到這裡叫做大秤不共法 所以菩薩道就叫做大秤不共法 因為這裡身文元簡到不了 人天到不了 沒有走到這裡 所以他叫做大秤不共法 這是不共的修法 這個法比如說他所修的 他所要修的法 或是說他成就的功德 這個身文元簡沒有 人天也不用講 人天到這裡就 所以他這裡叫做三秤共 那三秤共是一個兩個三個 這兩個不共 這個人天不共 菩薩身文元簡共同要修學的 其實是這樣 好 那這裡又有分 我們看看這裡又有分 這個菩薩道 先看這裡 這裡 這個喪又道是一個根本 這從這裡開始 你到這裡就不行了 你要到這裡才能開始 那人才能修 到這裡才能 到這裡都沒辦法修 那這裡 這裡叫做五秤共法 這裡叫做三秤共法 這二秤但是他叫做三秤 就包括這個 叫三秤共法 人秤天秤 這個三秤 不是這裡三秤是這裡 三秤共法 所以這個二秤他叫做三秤共法 三秤共法 那這個叫做五秤共法 這個是五秤共法 這個是三秤共法 這個是大秤不共法 那我們就現在講到大秤不共法 那 那麼這個五秤共法 五秤共法是 所謂的四間道 它是四間道 它就是四間的 所以它這裡講是有肉的 這裡講是 這都是善的 但都不是圓滿的 那 人正跟天正終究是有肉的 不能處理生死 所以它這個叫做四間道 四間道 四間道是有肉的 那麼 它有肉就是有煩惱 它不能處理生死的 那麼這裡是開始分 這裡分四間跟處四間 如果這樣來看 我們用藍色的 它是這樣 對啊 大概分三個 三個階段 這裡是有肉的 這裡是有肉的 這邊是有肉的 有肉的 就是有煩惱的 它以不苦為目的 但這個就不是 這個以斷除煩惱為目的 這邊過去是有肉 這邊過去是有肉 這邊過去是無肉 這邊過去都是無肉 好 那 這個有肉的叫做四間道 它在四間 就是它出不了四間 它出不了四間 四間就是輪迴 出不了四間 這個叫做四間道 這裡叫做出四間道 出四間道 菩薩又不一樣 菩薩也是無肉 但是它是四出四間道 四出四間 四出四間道 它出了四間 它沒辦法 沒辦法度動身 所以這個是出四間道 但是它是在四間 但又 就是它是出四間 但是又在四間 它不出這個四間 但是它沒有四間的輪迴 不是這個四間 沒有有肉 它已經斷經煩惱了 甚至要斷習氣 然後它如果輪迴 它不是一夜輪迴 它是趁月而來的 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它叫做四出四間道 那這個是一個差別 就是它如果這樣混 它這裡也是無肉 從這邊開始是有肉 從這邊開始是無肉 從這邊開始是無肉 從這邊開始是四間 從這邊它是出四間 那這裡菩薩是四出四間 它可以不再輪迴 它可以不再來 但是它要再來 為什麼 它要度眾生 所以它不入涅槃 不入涅槃 但是它已經斷見 身為所斷的煩惱了 那這個 所以它再繼續走 三百里繼續走 走五百里 那到這裡 如果到這裡 那就是菩薩 一般來講 就是菩薩正無身法人 也可以說從這裡開始 有時候就從這裡開始 無身法人有些是說 證得出國 或是證得阿羅漢 那有些病人說 你證得阿羅漢就是無身法人 證得出國無身法人 但是菩薩是在這裡就發了 一般來講在這裡就發 那法華經是有一些是 在這裡 我在叫它發 迴響向大 那是怎樣 那波羅經強調就是 你在這裡就要發菩薩了 那你在這裡發 發不了 交流拜董 成空自己 就沒辦法發 那這個是不一樣 那這裡修的 三聖共法修的就是 你要再發真上身心 這個這裡發真上身心 然後加修十善 這個是 如果是色戒天 如果是色戒天 他是要修十善的 好 那 這個現在修 持心跟定心 那如果是二 這是我們說 如果再加修十善 這裡叫加修十善 天阿要修十善 那如果是色無色戒 除了十善之外 還要修什麼 還要修定 就是善善於地上 十善 這個是天 然後還要修定 還要修此心 這個是天界 天稱的 那身為元節 一樣 總熟透是什麼 總熟透就是 發粗離心 發心修行正果 發粗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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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離什麼 出離善見的心 出離心 就是出離善見的心 發粗離心 所以他解脫道 發粗離心 修什麼 修三學八正道 我們講 簡單講就是 修戒定位了 勤修戒定位 被洗滅貪生吃 修三學八正道 那講多一點就是修三七道平 那麼得什麼 得四象 四雙八倍 其實就是 我們從究竟來講 就是得阿羅漢 正阿羅漢 那麼或是屁之佛 就是從究竟來講 那麼 從他的正果來講 可以講四雙八倍 一定會正阿羅漢 然後圓解 圓解也是 我們之前講過 他有幾種 但是其實他這個 是用在一起的 都是解脫道 發粗離心 另外講到大聖不共法 大聖不共法 發心修行正果 發的是普其心 等一下會講普其心 修的是六度萬恨 所以我們講六度四聖 這是其實要修一切 一切善 斷一切惡 就是六度四聖 那麼成就的就是佛果 就成佛 成為佛 無上正等正卷 那個大概就是 就我們所謂的五聖共法 現在講到大聖不共法 那這個叫做大聖不共法 就這一塊 那你走到這一塊 你別去從這裡開始修 因為這邊全民的人都到不了 沒有到這裡 所以叫做不共 那這個共是從這邊講 從這邊講共 從這邊講他也不共 二聖不共 仁天不共 從這裡講不共 那這裡只有他獨有 所以都是不共 那這個人 這個人他一定是共的 天 那麼這個人也不共 到天人不共 到生文元節人天不共 但是生文元節菩薩共 所以他講這個 三聖共法 大聖不共法 五聖共法 好 這個看起來就很清楚了 這個圖 就是反正就是從這裡 那你一定要先避免多三二道 一定要避免三二道 在人的基礎上 修這個修這個 你修這個修天不升天 那麼你修這個不 不急求解脫也不入涅槃 修天不升天 然後修這個 修這個解脫道 你也修斷煩擾 但是你不入涅槃 你重點都在這裡 重點就是 所以一直在人 所以他自己在世間 他不出這個世間 出世間你就到這裡就進去 入涅槃 入涅槃就出世間 不能再行菩薩道 不能再成熟 莊嚴國土成熟眾生 所以你還是修 但是你不入涅槃 你斷煩擾 那就是後來波羅人 就要忍而不振 到法華經不用忍而不振 你只要 你只要 你只要這個回小巷大就好了 你一樣斷煩擾 但是你發佛的心 那麼在這裡 你有修天 你可以升天 但你不升天 你可以升天 你不升天 你可以露涅槃 你可以露涅槃 你不露涅槃 可以升天 不升天 你可以露涅槃 不露涅槃 那就這樣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這裡 成佛就進 成佛就進 才怎麼樣 又廣度眾生 然後 因緬盡了 在露涅槃 那麼從法華經講 那也沒有露涅槃 實際上是這個世間婦 那另外 再去他方國度眾生 還是怎樣 就是說 或是他會再來 說法華經的概念就是 這個佛來這個世 這個世家佛來這個世間 以前很多次 他每一次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大概 我們稍微看一下 就是種瓜 種瓜我們之前上過的 然後這種概念 我們來看 然後來看 這樣就會很清楚 好 所以他講 人正跟天正 終究是有露的 就是分有露跟無露這一邊 然後有分世間跟初世間 還有世出世間這一邊 不能出離身子 生文跟元解 雖是無露 偏於獨善其身 就是露涅槃的 要解脫的 所以他是初世間的 他是要解脫 但是他就是自己解脫的 那菩薩是帶著大家解脫的 那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叫獨善其身 這個是奴家說 窮則而獨善其身 大則而奸善天相 那比較像菩薩道 就是說看你的能力 看你的發心 那奴家明明他是這麼說 窮則就是你能力沒那麼好 窮則 資源沒那麼多 窮則而獨善其身 你把自己弄好 不要成為別人的負擔 窮則而獨善其身 把自己修好 那麼打呢 你就比較有能力 因緣比較多 打著奸善天相 如果從這樣來看 這個就是解脫道 這個就是菩薩道 也就像這樣 所以他不是獨善其身 那奸善天相 那老師這裡沒講 他就講說 森文他就是 這是這個獨善其身 確實是這樣 所以他是怎麼樣 少事少夜少希望出 獨善其身 如果從這個 從這個 從這個聲文的風格來講 他就是以解脫為目標 就是出離心嘛 然後他正好的話 就是涅槃 他正累後就是涅槃 那麼他的風格就是 少事少夜少希望出 那麼住的是阿蘭路 離人群越遠越好 事情越少越好 事情多就煩 那人多就 就砸就亂就煩 少事少夜少希望出 那菩薩就不是這樣 越多越好 資源越多 我能幫助的人越多 那麼人越多 我能度的人越多 但是人多就是 就是事情就多 事情多煩惱就多 所以你必須要先 有剝勒道 大聖裡面要剝勒道 要能夠有 對抗煩惱 對峙煩惱 然後不詐惡業這種年齡 你才有辦法度眾生 不然你都被眾生度走了 被煩惱度走了 所以這個是 早事早夜少希望出 好 好 所以他說 聲聞跟元絕 雖然是無漏解脫的 但是天女獨善其身 這都是善的 但不是圓滿的 從陳佛來講 從陳佛來講 聲聞元絕不圓滿 那如果要講圓滿 他是以這個為圓滿 菩薩也不圓滿 菩薩還沒成就 菩薩也不明白 所以要陳佛才圓滿 那如果從出離心來講 他徹底究竟圓滿 這裡就正阿羅漢是究竟 正出國還沒究竟 因為他這裡有出國 二國 三國 四國 四雙八倍 那麼阿羅漢就是什麼 就是圓滿 就是究竟 所以他圓滿不圓滿 如果從阿羅漢出的來講 那麼所謂的圓滿就是 有與涅槃還不圓滿 到了無與涅槃才圓滿 就是還有這個葉報生還有苦 雖然生苦心不苦 但是生還是苦 這個還不圓滿 那等到入了涅槃 無與涅槃 辛苦也沒有 辛苦也沒有 那麼這個才是圓滿 都不受苦 苦的洗滅才是圓滿 但是從陳佛來講 這個還不圓滿 我們叫做圓滿 究竟徹底 其實是這樣 圓滿究竟 然後徹底 徹底的 那麼從一個說法來講 就是說無善 就無善 那這個還有 這上面有佛 出國上面有惡國 那這上面 上面有聖者 這個是聖的 聖人的 這邊是聖人 這個是六凡 這邊是六凡 這邊是四聖 六凡四聖 神文元訣菩薩佛 這四聖 六凡四聖 就是十法間 整個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四間 好 我們再玩一下看 所以他說 但這都是善 但不是圓滿 從陳佛來講 一法拔金 所以這裡多數都是一法拔金來說的 如果一 一 我們講過 前次有講過 一波爾金 波爾金 維蒙結金 寶基金 這個是一類的 那麼二秤是沒有辦法成本的 所以他成就阿羅漢 他就是圓滿 就是救金 就是徹底 那 以這個法華金來講 它是一條路的 所以他不救星 我們剛才講過 就是一波爾金來講 這邊是二秤 他終點就在這裡阿羅漢 這邊是佛 你走這一條路 那麼這裡就是圓滿 究竟啊 到底啊 但是如果你這一條路 這裡才會究竟 但是這一條路 沒有辦法通這條路 所以你假設是走這一條路的 那麼你正阿羅漢就是圓滿 其實這樣 那如果你走這一條路 那麼你要到這裡才圓滿 那 那這邊相當你正無聲法人而已 所以 他就沒到圓滿 但是你走這一條路 這一條路這裡就是到底阿 沒有啦 那如果是唯士的 解身命經的 或是七卷人前經的 他講五種種性 那是依解身命經 或是依人前經 那麼 他是 那麼有五種種性 五種種性裡面 有一種是五種性的 就是他不能解脫的 沒有五種種性 他到這裡就圓滿了 他最多只能生到天 他就到 究竟就到這裡 他沒有辦法再往前 所以他正阿羅漢就是圓滿 如果是二稱總性 身文跟圓解 他到這裡就圓滿 因為 因為他沒辦法成佛 所以他正阿羅漢就是圓滿 如果是二稱身文 圓解總性的 正身文跟圓解 他就是圓滿 他就是徹底 他就是究竟 因為他不能 他沒有佛總性 他沒有菩薩總性 所以他沒辦法成佛 那如果有一種五種性的 他是不可能得解脫的 這個是依為式的 就是 他是以解身命軍來講說的 那麼他就 他到 他到這裡是 他雖然會淪回 但是他到這裡是究竟 也沒有究竟 他還會在三界裡面淪回 但是他這裡就是最高了 沒有辦法再往上 那如果是不定總性的 那就不一定 那麼不定總性的要成佛 如果他走這條路 那到這裡就圓滿 如果他走這條路 那這裡圓滿 那如果是佛總性的 那麼他一定會成佛 那麼他就要走這裡才圓滿 那走到這裡還不圓滿 所以他這個是不一樣的 那這裡講的是 依所謂的法伐經說的 好 所以他說 依法伐經說 如來出世的一大四因緣 就是使眾生開始誤入佛的之間 好 那麼講這個一大四因緣 這上次我們也講過 一阿安心來講 佛為什麼出現在世間 因為世間有老病死 所以佛出現在世間 要解決這個老病死 然後告訴眾生怎麼解決這個老病死 就這樣 這個世間為什麼有醫院有醫生 因為世間有病 醫生就是研究這個病 怎麼治這個病的 類似相對 如果這個世間沒有病 就不需要有醫生 一樣 所以 我實際上為什麼有佛 佛就是可以出世間的 可以讓眾生 告訴眾生怎麼樣不生死輪迴的 就是因為世間有老病死 所以佛出現世間 告訴世間的人怎麼出老病死 這個是阿涵經講的 那麼如果是法伐經講 因為法伐經是一佛稱 法伐經是一佛稱 所以他唯一大稱 所以是告訴眾生怎麼樣成佛的 就是這裡講 如來世間 如來世間 唯一一大事因緣出現一次 欲令眾生開佛之間 那麼使得清盡故出現一次 欲事眾生佛之之間 就是跟眾生說法 然後令眾生誤入佛之之間 大概是這樣 所以雜阿涵經 阿涵經跟法伐經 有時候大正假設 講的當然就不一樣 阿涵是根本的 如果義無量壽經來講 他簡單講 佛是會出現在世間 那麼他講就是要讓眾生得到佛法的利益 但是他的佛法利益是什麼 讓眾生往生什麼 往生禁毒 然後在那裡可以成佛 就變成是這樣 所以傳到日本 他就會講如來世語心出世 維縮禁毒 就是為了讓眾生能夠往生 那我們在往底下開來 他這裡講到成佛才是真正的目的 成佛的法門為什麼 就是菩薩道 為什麼叫做大秤呢 大是大在哪裡呢 我們再來看 既稱為大秤 從利明來講 就是這個大秤小秤 一個是大 一個是秤 大是什麼意思 秤是什麼意思 我們來解釋這個 好 那麼不外乎代小名大 第一個 就是大秤當然是相對小秤講的 有大就有小 那一樣 那麼就是相代或官代 就是因為小 對小叫做大 對長叫做短 對粗叫做細 對內叫做外 那比如說這支比 那是長還是短 那看你跟什麼比 如果你跟這個比 那這個當然就是叫短 這個叫做長 如果你跟我的手指比 那麼這個我的手指就短 這樣這就是長 所以長跟短 它叫做相代 就是你要看 這是比較來的 粗跟細 長跟短 內跟外 大跟小 這個都是比較來的 所以你怎麼說這支比是長還是短 你說那我要問你這支比是長還是短 你一定會問 要看跟什麼比 你跟一支針比 這個叫做粗 那跟那支針叫做細 你常常粗還是細 那是長還是短 所以它這裡講 這個代小名大 代就是你要看跟什麼比 官代 你要一什麼來講 大當然就是對小講 所以這就是說跟小聖比對起來 不同於小聖 所以名為大聖 有小才有大嗎 有小才有大 那麼這是一個 或者說超聖的小聖 或者廣大寒榮的小聖 那這個是依據 那時候我們先把它看完好了 無論是蘇聖大寒榮大 總是對小利名為大 那這個是依 我看後面有沒有講 好 這個是一大自治論裡面說的 它說 摩荷其言大 因為它在解釋 摩荷波爾波羅蜜 摩荷就是大 摩荷在印度外就是大的意思 摩荷原就是大稱 一般講摩荷原 摩荷原 異國話摩荷原叫大稱 摩荷就是大 那大在哪裡呢 它這樣講 導師這裡有稍微做解釋 寒榮大 蘇聖大 它講兩個 它提到它也講一個 那 諸摩羅子是這樣 勤語 勤就是搖勤 諸摩羅子那個時代 搖勤 搖勤的時代 那erry чем的時代 那福歷的時代 大萬那個時代叫福勤 福勤跟搖勤 這個不是勤使王的勤 這個是搖勤 搖勤是搖勤 那福勤是福歷 那也是叫佛勤 大萬的時代是福勤 福建 所谓勤言 就是那个时候的语言 勤言大 磨合勤言大 磨合勤言大 那大是大在哪里 莫多莫慎 他就讲两个 莫多莫慎 那这里就是所谓的 苏慎大跟韩龙大 苏慎大 韩龙大 多就是包含少 小韩龙 五百里包含三百里 韩龙大 就是讲这个 但是这一 一这个大致都认说的 莫多莫慎 那如果一这个 《波勒经》里面来讲 如虚空含龙众色 以波勒经来讲 大波勒经 波勒经里面解释这个大 这个大就是 磨合的意思 有时候叫 磨合波勒波勒弥经 那玄上直接翻大波勒经 他讲如虚空 寒龙众色 这就是寒龙大 寒龙众色 一切 一切的色都在 一切的物质都在虚空里面 如是菩萨 巨大翻变 巨足大翻变 首行之道 摄一切法 所以他是寒龙大 那苏盛大都是超声 声吻 后面会讲 他说 或者超声的小称 或者广大寒龙的小称 无论是苏盛大 寒龙大总是对小利明 然大圣法的超声 是超声到无所对待的 这里讲到 老师在色大圣论里面说到 寒龙大师大胜寒龙小胜 内龙比小胜广博 这个是量比较多 苏盛大师大胜中的思想 小胜中没有 大胜独有 这个是直胜 量多直胜 写一下好了 可以做参考 这个导师在色大圣论里面 因为他也是讲大圣 或是大圣起信论 也是特别在说大圣 色大圣论里面 讲纪亚里面说到 寒龙大 跟所谓的苏盛大 这个都是从印度原有的 就是纪亚罗斯他翻的时候 已经讲到了 苏盛大 那什么叫做寒龙大呢 大圣寒龙小圣 就是包含包龙 包瓜 内容比小胜广博 内容比小胜广博 这个是所谓的 子量多 量比较多 那苏盛大 是子 大圣中的思想 大圣的思想 这个是内容 含龙 内容 这个是思想 里面所具足的这些 那思想 小圣中没有 所以叫不共 小圣中没有 大圣独有 这个叫做子圣 量多子圣 他的性质 圣 苏盛 所以这个苏盛大 韩龙大 是这样 讲到 苏盛大 韩龙大 好 我们先下课 十分钟